小说,丹武双绝,作者,飞翔蜗牛,第零妖,二十章,丹武双绝,第一章,重生。 嗯,秦明睁开有些沉重的眼皮,奢华的房间出现在他眼中。 他愣了愣神,捂着有些疼痛的胸口坐了起来。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秦明想起那倾国之之的狠毒女人,眼中充满了恨意。 想他堂堂九品单胜,居然会被最亲近的女人,害死。 那女人为了他的单神之体,在他突破单神之境,炼成单神之体之际,在他最关键的时候,毒害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仇恨。 这里是,秦明看了看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房间,一时间竟想不起来。 就在这时,知!的一声,房门被人推开,一位约莫三十左右,脸颊秀美的女子。 端着一个碗走了进来。 看着走进来的女子,秦明整个人似乎吃了。 娘! 两行青泪从他脸颊上滑落。 娘! 你醒了! 女子惊喜到,随即马上走到床边,坐在了秦明身旁,怎么哭了? 是不是身体哪里疼? 说着,女子检查起秦明的身体来。 秦明一把抱住女子。 娘! 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梦! 女子听到这话,才反应过来,秦明是想他了,不是身上伤疼。 他拍了拍秦明的背,柔声道,怎么了? 女儿,才这么点时间没见娘,就想娘了。 秦明身体颤抖了起来,抱着女子的手,紧紧不放。 只觉得女子的怀抱异常温暖。 前世多少次梦中梦到母亲,每一次醒来,都是泪流满面。 前世秦明全家被赵家杀害,在父母拼死的保护下。 秦明躲过了一劫,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母亲死在他面前的场景。 后来,等他突破武林,回来报仇时,赵家满门却已经被人灭掉。 秦明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赵家,是被何人所灭。 他只查到,赵家杀他全家,是被人指使。 真正的仇人,秦明想尽办法,都没有查到半点消息。 而现在,秦明重生了,母亲也是出现在面前。 秦明紧了紧拳头,这辈子,他要好好保护亲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分喉。 两酒,他不舍得松开母亲,用手擦了擦泪水。 来,明儿,该喝药了。 秦母端着药,用勺子慢慢地喂给秦明,再以后不许和人打架,听到没有。 听到母亲略带责备的话,秦明点了点头,看着面前母亲递过来勺子,喝了起来。 这药很苦,但母亲喂的,他觉得很甜。 母亲说他打架的事,也让他就知道自己重生到哪个时间段。 要是没记错的话,就是今天早上,赵阔把他拦住,说要其他妹妹,还有很多侮辱妹妹的话。 他受不了,和赵阔打了一架,赵阔仗着武士三级的实力,把他暴打了一顿,还把他打晕。 而明天晚上赵家就会攻过来,血腥地徒虐他全家。 老天,谢谢你让我回到这个时间,谢谢。 我是不会让这个灾难发生的。 喂完药,母亲又说了很多关切的话语,嘱咐他多休息,离开了秦明的房间,临走时还细心地把秦明的房门带拢。 等母亲离开后,秦明站了起来,身上元气涌动,一阵阵虚影在他身后闪现。 单五双绝 第二章 单神之体 果然 你也跟着我重生了。 看来天赋神通,是在灵魂中这个传说是真的。 单神之体 练 一朵青红色的火焰,出现在秦明面前。 看来我以后练丹都不用练丹炉了,直接就可以虚空练丹。 单神之体 战 秦明的气势飞长,很快就从武士一重,长到武宗一重。 这个世界,武道登峰造极,武道境界被人们分为 翠体 武士 武师 大武师 武宗 武灵 武王 武皇 武尊 武圣 武帝 而每一个境界是一重天,想要越境界挑战,根本就不可能。 而 秦明神及天赋做到了 不但可以越一个境界 甚至可以越三个境界 就是灵气消耗有些大 秦明用出单神之体就知道 前世的灵气已经全部被单神之体储存了起来 可 这些都是无根灵力 用一点就消耗一点 秦明根本就不敢瞎用 他马上解开了单神之体 战自绝 拿出一块灵石 单神之体 吸灵石内的灵气 飞速地流失 很快就变成了普通的石头 而秦明身后的黑影 似乎看起来更黑了点 储存的灵气也更多了些 这就是单神之体的强大 这就是那美艳独妇所梦寐以求的神级天赋 世人都知道 天赋神通分为四级 分别是 天 地 玄 黄 却不知道 在天级之上 还有神级天赋神通 神级天赋神通的传说 只在强者中流传 每种得到的方法 都是匪夷所思的难 就说他的单神之体得到的方法 必须没有神通的人用自身能力突破到单神之境 这个世界上 单神的境界的人也仅仅只有一个 而且 那位神丹师已经死去了十几万年 传说那位神丹师突破单神之境时 靠的还是天级的天赋神通才办到的 所以 那位神丹师也没有觉醒单神之体 既然你跟着过来了 那么不是证明我突破到了单神境 想到这里 秦明仰天笑了起来 单神 丹药之神 我秦明终于达到了 前世 他炼丹的天赋不是很好 但 凭着一股狠静 他日夜炼丹 凭着这股毅力 他一直炼到了丹地之境 而且没有凭着天赋神通炼到的丹地之境 举世皆经 他也被世人认为是天赋最好的炼丹师 受世人敬仰 那个女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以前不懂 现在他终于想明白了 他是看她有可能凭自己的实力突破到单神境 所以才故意接近她 为的就是等她突破单神境夺她的单神之体 亡我对你千一百顺 爱你如命 原来你从开始就在算计我 你没有想到吧 单神之体百毒不清 就算是我亲手炼制的九品圣极无神丹 都没有办法毒杀我 世人都说我天赋好 又有谁知道 我世日以继夜的磨练 才能突破单地境 最终在那女人家族的支持下 才突破到单神境 要是我觉醒了丹到天赋神通 我绝对走不了这么远 所有人都知道 天赋神通能够帮助修炼 可是谁也不知道 天赋神通除了帮助修炼 也会成为最大的阻碍 借助着天赋神通一次次练丹或者练武 那么必然会缺少应有的磨练 反而阻碍至强境界的突破 相传 神级天赋神通 是突破地级的唯一方法 前世 我五道天赋不够 为了报仇 走了岔路 最后只修炼到五黄境 这一世 我有单神之体 更是单神之境的神丹师 我的目标 可不是前世的五圣境 而是五帝 甚至是那传说中的境界 五神境 正在秦明为未来规划之际 门外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 秦家 快出来接聘礼 小爷我赵阔 明天早上 要迎娶亲亲为妾 赵阔 你给我滚 我就算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秦明皱了皱眉头 向着门外走了出去 果然 丹舞双绝 第三章 秦家宝贝 秦秦 秦家门外 一群约莫时来的大汉 耀武扬威地站着 在这些大汉前面 正放着一口大箱子 箱子上还绑着红绸带 红绸带被风吹起 发出滋滋的声音 秦秦 你站出来吧 躲在人群后面 有什么用 赵阔鄙视地看着面前 这群想动手 又不敢动手的秦家人 嚣张地说道 面对三十几个秦家人 赵阔依然嚣张 不是因为这群秦家人实力差 而是他赵阔可是赵家家主的儿子 这些秦家人 哪怕打得过他 也是丝毫不敢动手 他有恃无恐 秦秦 你不要出去 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们跟他们拼了 把这群人全部留在这里 他们可是赵家的人 赵家 是柳城的四大家族 而且 赵阔的父亲 可是大武师实力 我们根本惹不起 听到大武师几个字 本来暴怒的秦家人群 都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无奈 一位身穿青色长衫 头戴云冠的少女 从秦家人群中挤了出来 少女脸上有着泪痕 可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 睁着大大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 站在赵家人群最前面的赵阔 赵阔被秦秦凶狠地盯着 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仔细打量起 秦秦那宽松长衫 都遮掩不住的凹凸有致的身材 看到这些 一股邪火向着他涌来 赵阔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说道 秦秦 你看 我聘礼都给你带过来了 今天我就把你接到我赵家 今天晚上 我们就入洞房 想来你也已经等不及了吧 秦秦被赵阔 那狼一样的眼神 盯着 有些害怕 又听到赵阔这么 侮辱的话语 顿时双肩都是颤抖起来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搭滴搭滴地掉起了眼泪 绝强道 赵阔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的 谁要你嫁给我 我赵家是你能高攀的吗 我只是要你做我的小妾而已 赵阔舔了舔嘴唇 秦秦柔弱的样子 更是吸引他的目光 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秦秦那起伏的胸脯 说道 赵家大少爷能够看上你 这是你的福气 居然想要做大 真是不要脸 把大少爷伺候好了 大少爷肯定会奖赏你的 赵家身后的大汉 开始议论起来 这些大汉是赵阔的保镖 专门保护赵阔 你 你 秦秦秦指着赵阔 大声地说道 你们不要脸 正在这个时候 一声红亮的声音 从秦家传来 谁不要脸 一名身穿黑色长衫的少年 大走了出来 少年气势澎湃 就像是出生的太阳 众人不由自主地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而这位少年 就是刚刚从房间里 出来的秦明 他里都没理众人的目光 静止走到妹妹 秦明面前 温柔道 秦秦 谁欺负你了 看着梨花待雨的妹妹 秦明怒火中烧 秦秦一直是 整个家族的小公主 大家都宠着她 什么时候 被外人这么欺负过 哥哥 秦秦看着面前的男子 喊道 单舞双绝 第四章 不要脸 他感觉自己的哥哥变了 变得更有自信 更加耀眼了 也更加高大了 没有变得是 哥哥对自己 还是那么的爱护 嗯 秦明摸了摸秦秦的头 说道秦秦不要哭 哥哥帮你打坏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今天赵库来提亲 和他们家族发生了冲突 明天晚上 赵家围攻他们家族 把他们家族满门 一百多口人杀得干干净净 满门除了他在父母的掩护下逃脱以外 全部都死了 而且父母还是死在了他面前的 所以他才对今天的场景 记得这么清楚 这一直是他的一个噩梦 后来历经千辛万苦 秦明的实力达到了武宗境界 之后回来调查 原来赵家灭他们秦家满门 根本就不是因为妹妹秦秦的事情 赵家是被人指使的 而且灭了秦家之后 赵家也在第二天晚上被人灭了 满门全部被杀 一点痕迹都没有 赵家灭秦家的原因 和幕后黑手的线索 也就这样断了 这辈子 他是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上辈子让凶手逍遥法外 这辈子 秦明要手刃仇人 碎尸万段 想到这里 秦明忽得猛然转过身来 凶狠地看着眼前耀武扬威的赵家一群人 立一声道 就是你们欺负我妹妹 秦明说话的声音不大 可似乎有一股骇人心扉的力量 让赵阔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 退了两步之后 赵阔突然觉得自己好丢脸 觉得今天的自己是怎么了 怎么会害怕秦明 不由又上前走了三步 就 就是我 想到秦明昨天还被自己打晕 实力也不强 赵阔身上顿时有了气势 就是我 你 想怎么样 啪 话音刚落 秦明已经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赵阔面前 而赵阔脸上出现了清晰的五个手指印 你 你敢打我 赵阔不敢置信地看着秦明 啪 啪 秦明抬起手 又是几巴掌 你不要脸 啪 叫你不要脸 啪 既然赵阔不要脸 那么秦明就专门照着赵阔脸打 赵阔被打懵了 他可是五十四阶 秦明实力只是五十一阶 为什么怎么躲 都没有办法从秦明手下躲开 这个时候 赵阔的保镖也是反应过来 大声吼道 放开少爷 一个个大汉 手上聚集着灵气 朝着秦明冲了过来 看他们身上的灵气波动 显然 他们的修为都不弱 最差的都是五十五层 为首的 甚至是五十七层修为 冲在最前面的 就是那个五十七层的大汉 挥舞着拳头 朝着秦明猛然地轰了过来 大汉冲得快 回去得更快 在电光火石瞬间 就被秦明踢了一脚 飞了出去 砰 得一声摔倒在地 半天爬不起来 后面的大汉 也和这个大汉一样 上来一个飞出去一个 最后的几个大汉 根本就不敢上前 站在原地愁愁着 好厉害 秦秦睁睁着大眼睛 看着还在面无表秦山 照顾耳光的秦明 双眼放光 打死他 打死他们 秦家人群也是呼喊着 他们早就 对这群人看不过去了 只是碍于赵家的势力 不敢动手 现在有秦明出头 他们当然兴奋 小辈住手 一个身穿白色的老者 突然出现在远处 大声地吼道 单舞双绝 第五章 秦妇 老者太阳穴高高鼓起 全身灵气欢腾 奋力地奔跑着 白色的长衫在空中飞舞 气势惊人 武师敬 秦家人群有人惊呼道 大叔救我 还在被秦明扇巴掌的赵阔 大声地喊道 秦明看着老者过来 把赵阔朝着老者踢了出去 老者飞快地接住 朝着他飞过来的赵阔 吏色地看着秦明 咧嘴道 小辈 我不是叫你助手了吗 为老不尊的东西 你算什么 叫我助手就助手 你以为你是我孙子 秦明不屑地说道 老者把赵阔交给旁边的赵家仆人 身上灵气鼓动 冷声道 伶牙利齿的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手段 是不是也和你嘴巴一样厉害 老者是赵家家主派过来暗中保护赵阔的人 身份是赵阔的族书 刚刚 他只是站着有点远 没有想到 秦家真有人敢动手 一不小心 赵阔就被打成了猪头 回去后 还不知道家主要怎么责罚他 想到这里 对秦明的恨意就更大了 老者虚空一闪 人已经到了秦明面前 一掌印向秦明胸口 掌上带动风声 远远的秦家众人都能听见 啪 一个人影忽然出现在秦明的面前 人影高大 穿着棕色的长衫 长衫衣角随风起舞 身上灵气剧烈波动 让赵家的人不由地退了两步 附建 秦秦大声地喊道 组长 秦家人群也是功声的行李道 挡在秦明面前的男子 正是秦家族 掌 武师巅峰境界 人影摆了摆手 头也没回 目光盯着面前的老者 淡然地说道 怎么 赵家的长老 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 居然欺负起小辈来 也不怕让人笑话 秦明站在父亲后面 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 看着眼前高大的身影 他早就知道 父亲躲在一旁 看着眼前的闹剧 就算是父亲没有出手 他也可以轻松地 击败赵家长老 只不过 他现在还不想暴露实力 故意让父亲出手 好好好 老者连说了三声好字 然后凶狠到看来 秦家是不想在柳城混下去了 居然敢打赵家大少爷 我们走 说完 老者就带着这群人 消失在众人面前 现在的他 根本打不过秦家家主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走为妙 秦明 你跟我到书房来 等赵家人离开后 秦家家主严肃道 是 秦明说完 就跟着父亲 走进秦家 妹妹情情担忧地看着哥哥 他知道 这次秦明为了他 闯祸了 想要替哥哥求情 又有些畏惧严厉的父亲 不由愁愁地站在原地 秦家 家主书房 秦家家主 秦明看着眼前和以往似乎有些不一样的秦明 有些意外 更多的却是欣喜 不过 秦明还是摆着父亲的威严 板着脸淡淡地道 秦明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 以往 秦明最害怕到书房训话 每次都是唯唯诺诺的 而现在 他却不卑不亢 自信地站在那里 眼若深渊 胸有勾曲 丹武双绝 第六章 丹王师父 父亲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 摆明了赵家就是过来侮辱我们秦家 就算是我不出手 赵家也会逼着 我们动手 秦明淡然地说道 赵家摆明了就是找茬 只有这样 他们明天晚上 才有理由灭了他们秦家 就算是秦明不出手 赵家也会逼着让秦家出手 听到秦明说的话 秦渊一愣 这些事他当然知道 他经历了风风雨雨这么多事 当然知道 今天赵家就是故意找茬 只是没有想到 秦明也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 父亲啊 你只知道 赵家在故意找茬 可是你没有想到 赵家的目的是 直接灭了我们秦家满门 要是你现在知道 估计会连夜收拾行李 带着家族子弟逃跑吧 秦明望着一脸吃惊的父亲 恨恨地想到 你的实力 怎么突然这么强 秦渊突然问道 秦明的天赋只能说一般 家族的生意也不是很好 平时给秦明修炼的零食也不多 而现在秦明的武道境界 分明也只有武士一层 他应该是使用的一种高超武技 这次秦明可是击败了好几个武士高段 秦明使用的武技 让秦渊这个武士九段修为的武者都看不懂 秦明的要是知道父亲的猜测 肯定会说父亲 你想多了 对付这几个菜瓜 还要什么武技 眼疾手快 就足够应付了 父亲 我拜了一个师父 他教了我几手功夫 只是没有想到 师父教导的功夫这么厉害 轻松地就把那些人击败了 秦明坦然地说道 他早就想好了对策 只要明说拜了一个神秘的师父 就可以解释武功的来由 而且 对武功这块 任何武者都不会刨根问底 就算是父亲 也 不会 秦明已经打算好了 等今天晚上 把赵家灭了之后 明天晚上 他就去找他前世的师父 把师父接到家族来 他师父可是丹王 足够掩饰现在他的实力的来历了 至于为什么 昨天会被赵阔打晕 直接说 被赵家偷袭 就能够解释过去 而且 这一事 他要把师父的梁子接下 替师父报备丹田被废之仇 秦明点了点头 也只有被高人说为徒弟 才有可能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秦明 你可要好好的 跟你师父学习 这样的强者肯教导你 这是你的福分 放心吧父亲 师父已经答应我来家族作证 我过两天就把师父接到家族来 秦明自信地说道 好好 秦渊高兴起来 要是家族中能够有一个强者作证 看赵家还敢嚣张 秦渊对秦明 跟着神秘的强者学习武功 很是放心 秦家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能够让神秘强者惦记 神秘强者不可能来谋夺秦家的东西 这样 你跟着师父学习 肯定需要零食 这里有些零食 你拿去好好用吧 说完 秦渊递给了秦明一个袋子 袋子有些沉 秦明接过之后 拜谢道谢谢父亲 长者赐 不敢辞 嗯 你回去好好修炼吧 是 父亲 秦明大步地离开了书房 书房外 秦秦正着急地夺步着 看到秦明出来 连忙迎了上去 关切地问道 哥 父亲没有责罚你吧 丹武双绝 第七章 买灵植 秦明摇了摇头 把手上的袋子 往上提了提 说到非但没有责备我 还给了我这些零食 哇 这么大袋零食 估计有一百大几十颗吧 秦秦眼睛都是透着财气 羡慕地 看着面前的袋子我不管 你有这么多零食 要给我买好吃的和漂亮衣服 这有两百颗零食 秦明前世 可是武圣境界的强者 袋子一拿在手上 他就知道有多少颗了明天 我就带你上街好好逛逛 你想要买什么 就买什么 作为秦家的小公主 秦秦一直都很懂事 平时根本不会乱花零食 总是省吃俭用 妹妹说 要买好吃的漂亮衣服 也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想要秦明陪她逛街 最多估计就是买些小饰品 不过 秦明这辈子可不会亏待妹妹 她已经打算好了 明天带妹妹好好逛逛柳城 多给妹妹买几件衣服 至于零食从哪里来 当然不是这区区两百块下等零食 这两百块下等零食 怎么能够买配的上妹妹的衣服 零食还得从赵家拿 这可是你说的 那就这样说好了 明天我们就去逛街 秦秦一锤定音地说道 好像生怕秦明反悔似的 秦明笑着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走 我们出去 去哪 逛街吗 不是 带你做点好玩的事情 什么好玩的事情 秦秦忽善忽善的大眼睛 好奇宝宝的一样看着秦明 他总觉得哥哥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神秘了 秦明嘴角翘起 微微一笑 到走吧 到了 你就知道了 柳城 顺利接 秦明和秦晴 来到一间奢华的阁楼面前 秦明带着秦晴 大步地走了进去 这位客人 你要点什么 一位很有礼貌的侍女 迎向他们两个 恭声地问道 驱离根 百花草 金香梨 十几样一品 二品凌植 还有一颗三品凌植 从秦明嘴里 噼里啪啦地蹦了出来 哥 你来绝明阁买这些东西做什么 旁边的秦晴好奇地问道 哥哥秦明 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不知道他从哪里 听来的这些灵植名称 更不知道他买 这些灵植 又是想要做什么 难道哥哥 想要学习炼丹 摇了摇头 秦晴否定了 他自己这个幼稚的想法 炼丹可不容易 他们秦家就经营着丹药 对丹药这行最了解了 炼丹虽然看起来简单 几味草药随意搭配 放在炼丹炉里 等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收获好些丹药了 可是实际上呢 秦家家主 也就是秦明和他的父亲 也尝试过炼丹 可 以他父亲武士境界的实力 连最简单的炼气丹 都炼制不出来 浪费了无数灵职之后 秦妇也是 干脆地放弃了炼丹的想法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秦明神秘地一笑 说道 不是秦明不想和妹妹说实话 实在是这事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他秦明从来都没有在妹妹面前炼丹过 突然有一天告诉他 我会炼丹 而且还是单神境界的神丹事 打死妹妹 妹妹也不会相信 估计只会以为自己在说梦话 丹五双绝 第八章 漆黑如墨的灵丹 客人你好 你要的这些药材 都给你准备好了 侍女把一个装满药材的盒子递了过来 秦明要的灵职都很普通 这些灵职绝名格有很多 掂量了一下盒子 秦明问到多少零食 一百九十块下品零食 给你 付完零食之后 秦明带着妹妹 直接回到了秦明的卧室 哥 你要做什么 你不会真要自己炼丹吧 当然 要不然你以为哥哥为什么要买这些灵职 秦明理所当然地说道 秦秦目光在房间里仔细扫了扫 道哥 就算你要炼丹 也应该要先准备炼炉吧 炼丹的基本常识 秦秦还是知道的 要炼制丹药 怎么也得有个炼丹炉吧 可是这不大的房间里面 根本就没有炼丹炉 哥哥是不是睡糊涂了 谁说炼丹一定要炼丹炉 秦明笑了笑说道 单神之体 炼 瞬间一朵紫色火焰出现在秦明面前 好好 好漂亮 哥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能不能教我 看着眼前漂亮的火焰 秦明 情情激动地说道 不能 秦明直接摇头 然后把手上的盒子打开 拿出里面的灵芷 直接往火焰方向丢了过去 一株株灵芷就像是乖巧的小羊 排在队伍 向着紫色火焰靠近着 接触到火焰的药材 瞬间就被融化 成为一个个纯色的液体小药株 红的 绿的 黄的 五颜六色 美丽极了 很快 这些药材就全部融合成了小叶珠 无形的力量轰托着 在空中上下飞舞 哇 妹妹情情 不由得已经看吃了 烈 随着秦明的声音 小药株开始自动融合起来 变成一颗颗固体的小药丸 飞到了秦明的手上 二 看着手中的七纹锯气丹 秦明擦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 实力还是太差了 练个上品锯气丹 居然这么耗费心思 差点 差点就练制成完美锯气丹了 要是柳城这不大的地方 出现完美的九纹锯气丹 估计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还好 秦明凭借着丹神的实力 还是练制出了七纹的锯气丹 没有练成九纹的 这 这就练制成功了 这 怎么可能 妹妹秦明睁着大大的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明手上的丹药 这些丹药上面有 一 二 三 六 七 天哪 整整七条花纹 这是上品丹药 丹药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完美四个等 上品的锯气丹 可是武士用来修炼的丹药 一颗就要十块中品零食 也就是一千块下品零食 说好的炼丹很难的呢 说好的炼丹需要炼丹炉呢 咦 怎么有一颗黑色的丹药 秦明看着手中一颗漆黑如墨的丹药 有些不理解 照理来说 他神丹镜的实力 不可能炼制出失败的丹药 那这颗黑色的丹药 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明把丹药拿在鼻子上闻了闻 丹神之体马上对丹药起了反应 他也知道了丹药的作用 提升中品零根以下的零根资质 提升资质 秦明大吃一惊 这估计是触发了丹神之体的天赋能力 有一定概率炼制出特色的丹药 可 这能力也太强了吧 这可是提升资质的丹药 就算前世活了一万多岁的秦明 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能力 我喜欢 丹五双绝 第九章 卖丹 它的临根 是最极品的火吸引临根 根本就不用提升 倒是妹妹可以使用这颗丹药 临根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和最顶级的极品临根 秦秦 那 这颗丹药给你 秦明把黑色的丹药 丢给了还张着可爱的小嘴巴 做吃惊状的妹妹 毒丹 什么毒丹 哥哥还能害你不成 这可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好丹药 秦明撇了撇嘴说道 你就放心地吃吧 既然哥哥说 没这是好丹药 那这就是好丹药 秦秦想也不想地 把丹药放在了嘴里 然后撇着嘴说道 好苦 忽然 秦秦感觉灵气 开始从天灵盖灌入 一阵舒爽的感觉 传遍了整个身体 好爽 就像是在大热天里 吃了一块冰 透心凉 透心爽 不过 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片刻舒爽的感觉就消失了 哥哥 还有没有 我还要 秦秦拉着哥哥的胳膊 摇晃着说道 秦明把手上的丹药摊开 对着妹妹道 你看 没了 都是聚气丹 秦秦仔细地看起哥哥手中的丹药 还数了起来 一 二 三 六 二十 整整二十颗 哥 你炼赚二十颗聚气丹 秦秦突然跳了起来 惊呼道 一颗气纹聚气丹 最低卖一千块下品零食 二十颗就是两万块 一百九十块下品零食 炼制成丹药 就赚一万九千八百一十块下品零食 这一共是 一 二 三 嗯 算不清了 反正就是好多好多呗 丹药师有这么赚零食吗 秦秦疑惑地看着秦明 问道 哥 别人不是说 一份聚气 丹 最多只能炼制十颗聚气丹吗 你怎么 怎么 那是别人见识差 真正的炼丹师 一份聚气丹材料 是能够炼制出二十颗聚气丹的 秦明理所当然说道 真的是这样吗 我读书比较少 你可不要骗我 秦秦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就是说不上来 走 秦明说道 去哪 买丹药 还是那间绝名阁 秦明又带着妹妹来到了阁内 侍女看到刚刚接待的客人 现在又过来了 连忙地迎了上去 紧张地问道 客人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不会是他刚刚卖的临职有问题吧 可 刚刚他可是仔细检查过了 那些临职应该都是上吼 新鲜的临职才对 卖丹药 说完 秦明就把抓在手上的丹药 直接递了过去 侍女连忙用两只手把零散的丹药捧着 松了口气 看来 不是他卖的临职有问题 不过这两个人太奇怪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卖丹药的 别人卖丹药 都是把丹药用浴瓶装着 而眼前的这个男子 居然 直接用手把丹药抓过来 抓过来 这是他做接待这么多年 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而且 而且 这是这是上品聚气丹 我的天啊 这些都是上品聚灵丹 上品聚气丹 用手抓过来 尊敬的客人 你 你稍等 我去叫我们管事 小姑娘什么时候见过这么珍贵的丹药 连忙朝着屋内大声喊道 李管事 李管事 快出来一下 这里有位客人出售丹药 丹五双绝 第十章 两百一十块中品零食 什么事情值得大呼小叫的 看来 你的心理素质还不过关 还得加强心理锻炼 一位中年男子 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 他可是一位这儿八经的炼丹师 能够炼制中品炼气丹 丹是境界的炼丹师 什么 李管事 看到侍女手上抓着的丹药 发出了比侍女更加大的声音 惊呼到上品聚气丹 哎呦喂 你怎么用手捧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丹药都是 很娇贵的宝贝 需要用上好的玉瓶装着 李管事 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 小心地 把七品聚气丹装了起来 你刚刚说什么 有客人要出售丹药 是的 侍女点了点头 到这些丹药 都是眼前两个人拿过来的 是他们要出售丹药 这些珍贵的丹药 都是这两个年轻人拿过来的 李管事意识到 自己这么说 很不礼貌 连忙又到 客人 这些丹药 都是要出售吗 我们把这些丹药给你们 当然是要出售 要不然 要你们鉴定不成 秦秦得意地说道 能够让高不可攀的 绝民阁管事这么客气 他感觉备有面子 能够问一下 你们这么珍贵的丹药 是从哪里来的 李管事微笑地问道 笑容中带着谄媚 秦民冷哼了一声 脸色冷了下来 喝倒 怎么 绝民阁还要打听丹药的来历不成 阁下估计也看出来了 这些丹药 也是刚刚炼制出来 这种丹药 难道还会来路不正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李管 是连忙白手 道歉道小兄弟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实在是丹药太珍贵了 我忍不住多嘴了一句 绝民阁绝对没有这个规矩 还请客人放心 哥 算了吧 你也知道 柳城偏僻 高级丹药也不多见 李管事好奇也是正常 妹妹勤勤拉着哥哥的胳膊 柔声道 听到妹妹的话 秦民脸色明显好了很多 摆了摆手 道 李管事 你开价吧 这二十颗丹药 你看一共多少零食 谢谢你的谅解 李管事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你看这样行吗 这二十颗丹药 都非常的珍贵 我按照我们商行的规矩 给你一个最高价 两百一十块中品零食 你看这样可以吗 秦民点了点头 这个价格非常重肯 李管事能够出这个价格 估计也是想要交好它 好吧 就这样吧 挥了挥手 秦民直接道 一点丹药而已 他随意就能够炼制 对他来说 灵石就和粪土一样 自从他成为丹圣之后 就从来都没有缺少过灵石 何况 他现在可是丹神 而且还是有着神级天赋的丹神 这些丹药 他只要想炼制 一天之内 他能够炼制出几百颗 而且还不是这种气纹的垃圾丹药 气纹丹药 对于秦民丹药之神的实力来说 就是垃圾 还不给客人拿零食 李管事看着一旁目瞪口呆的侍女 不由轻声喝道 侍女这才从巨额的零食交易中 清醒过来 慌忙走向里屋 丹舞双绝 第十一章 混员工 客人 这是两百一十颗零食 您点点 侍女很快就拿来零食 双手捧着一个颈带 宫颈地递给秦民 接过颈带后 秦民随意地拿出几块中品零食 我要几分炼气丹的零值 你帮我准备一下 炼气丹属于最基础的丹药 是辅助武士境界和武士境界修炼的丹药 好的 客人您稍等 侍女接过零食 走到了柜台后面 还未请教尊姓大名 李管氏拱了拱手 问道 秦民也回了个离免贵姓秦 秦家的秦 秦民 原来是秦家的公子啊 久仰大名 秦家真是人杰地灵 如雷贯耳 李管氏笑呵呵的道 妹妹秦秦在旁边撇了撇嘴 还说久仰大名 作为秦家的大公子 秦民都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认不出来 久仰毛县大名 而且秦家在柳城来说 也就是个垫底的世家 不说柳城四大家族 赵家 陈家 王家 欧阳家 每个家族最少都有一个大武士境界的强者 就连其他小家族 很多都有两位 甚至两位以上的武士巅峰境界的高手 秦家也就父亲 是武士巅峰境界 哪来的人杰地灵 秦民点了点头 知道人家在说客气话 只是微笑着回应 客人 你的灵纸给您装好了 请您收好 侍女端着一个红木盒子 走了过来 秦民接过来 看也没看 带着秦秦就回到了秦家 和妹妹分开后 秦民一个人来到了自己卧室 她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理清楚 首先 要给自己找一份功法 前世的自己 这个时候 也练着一部功法 秦家的皇级上品功法 轻身功 这功法的威力 秦民表示 除了比同等级的皇级功法 攻击速度快那么一丢丢 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我到底练什么功法呢 是霹雳雷法 还是金锁十三元灵弓呢 秦民现在很苦恼 前世作为单帝的时候 秦民见过太多天际功法 比如霹雳雷法 可以引天雷修炼 突破境界起来 势如破竹 而且身体的灵气中 还会带着雷电 攻击威力倍增 全力运行起功法来 如奔雷般 灵气乱放 威力无穷 又比如 金锁十三元灵弓 身体内储存的灵气 是普通功法的十三倍 灵气的输出 也可以达到普通功法的十三倍 也许可以修行那部功法 秦民想到了上辈子 绝无牙送给自己的一部功法 绝无牙是他的至交好友 实力五胜巅峰 据说功法是他千辛万苦 从一个上古秘境中得来的 功法等级 皇级武品 功法名称是混元功 修炼起来那是相当的坑爹 不过炼成之后 威力也是惊天地气鬼神 不管是天级功法也好 还是最次的皇级功法 吸收灵气都是从天灵位置吸收的 而这部功法 吸收灵气的位置 居然是全身 不要以为 全身吸收灵气 比指在天灵位置吸收灵气快 要知道 人的精神是有限度的 要引导灵气进入人体内 必须全神贯注 全身都吸收 反而没有指在天灵吸收灵气的效果好 而且 这还不是最坑爹的 更惨的是 功法通过身体吸收 会消耗大部分 真正能够被吸收进身体内的 只有十分之一 这也是所有的功法 之所以用天灵吸收灵气的原因 用天灵吸收 是没有任何损耗的 单五双绝 第十二章 修炼 天灵在人体额头的位置 灵根也是铸扎在这里 所以 吸收灵气才会快 才不会有损耗 混员功 第二坑的地方 就是修炼所需要的灵气 是其他功法的十倍 之所以 要消耗这么多灵气 是因为 他需要每个等级都练十遍 每次修炼到最高等级之后 要废掉修为 重新修炼 一共要来往十遍 本来功法吸收灵气就慢 还要要修炼十遍 估计一辈子都别想进击 不过 这些对于秦明来说 都不是事 他是谁 他可是神级练丹师 要灵气 还需要吸收空气中那点微末的灵气 吃丹药就够了 至于单独 秦明直接无视 首先他可以只服用完美品质的丹药 其次 可不要忘记了 秦明是有单神之体天赋的 单神之体 百毒不清 小小的单独 算得了什么 既然这样 这本对于别人来说 练习这部功法 就是在找虐 可对于秦明来说 这部功法 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混员工 之所以需要十次修炼 是因为他的重心在基础 九次修炼 九次重修 就是为了让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第十次修炼 突破瓶颈 势如破竹 所以 对于混员工来说 修炼是没有瓶颈的 没有瓶颈的功法 这是他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 他能够断体 甚至比天极专门断体的功法 都好 据秦明的了解 没有拿本天极功法 有 混员工 这么霸道 九次重修 对身体的锻炼 可不是开玩笑的 炼成 混员工 至高境界的人 身体估计可以比你上古凶兽了 好 决定了 就炼 混员工 说干就干 秦明回忆着脑海中的功法 盘腿而坐 开始用 混员工 修炼起来 月亮就像是害羞的小姑娘 一眨眼就躲在云层中 消失不见 呼 混员工 还真是坑 秦明长呼了一口气 结束了修炼状态 身上的气势 也是稳定在了53层 要不是这 混员工 太坑了 估计一个下午 哪怕是黄极功法 我都可以修炼到54层 哪里还会在53层蹦跌 要是别人听到秦明的叹息 估计会羞愧而死 秦明一个下午就提升了两层 居然还不满足 那些半年才提升一层 武士境界的舞者 估计要泪流满面 要不是有完美练气单的帮助 我何时才能突破呀 果然不愧是被定义成黄极的功法 这个下午 秦明炼制了一炉炼气单 一共20颗完美品质的炼气单 全部被他消耗完了 这才把秦明的境界 硬生生地堆到了53层 原来这功法 需要用全身吸收灵气的原因 居然是用灵气再断体 但要产生的灵气 大部分都被身体吸收了 所以才造成 他只是晋升了两层 握了握拳 秦明感觉他自己的身体力量 更加的强大了 本来他以为这步功法 是因为要重修 所以才让身体那么强壮 现在他知道了 不是这样 而是混员弓 本身吸收灵气的同时 就在断体 看来 混员弓断体的能力 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这样也好 这样我的基础就能跟扎实 可以肆无忌惮地突破 看着天边的月色 秦明眼睛瞬间冷了下来 今天晚上就是赵家的死期 单舞双绝 第十三章 赵家 深夜 柳城的除了有几只躯躯无聊的轿轴外 整个柳城街道上 没有半点人影 突然 一个身穿黑色的身影 出现在柳城街道上 打破了这漆黑的宁静 这里应该就是赵家 看着一栋豪华庄园 秦明喃喃道 只见秦明脚尖一点 脚下就出现了一个小洞 秦明从身后的背包中摸出一颗灵石 对着洞口一丢 灵石准确地被扔了进去 然后 秦明就开始围绕着赵家庄园跑动了起来 随着秦明的跑动 一颗颗灵石被他扔在了地里 很快 秦明就把整个赵家庄园绕了一圈 回到了赵家庄园大门前 而秦明身后的袋子也是空空如也 108块中品灵石 刚刚好组成三品迷魂阵 迷魂阵没有任何攻击作用 只能隔绝人逃跑和隔绝生意 而且 秦明用的还只是中品灵石 就算是秦明高超的布阵技巧 也只能使用两个石称 不过 两个石称 对于秦明来说 灭赵家已经够了 迷魂阵 齐 秦明一个法爵打了进阵法 瞬间 阵法外面和阵法内 就成了两个世界 单神之体 站 一阵虚影从秦明身后升起 秦明的气势也是节节升高 刹那就达到了武宗二层 赵家 该还债了 秦明立声大喝一声 声音在赵家久久回荡 嫡妻 什么人 本来宁静的赵家 随着这声吼叫 顿时开始乱了起来 运起灵气 秦明对着面前的赵家大门 轰了过去 赵家那玄铁制而成的大门 被秦明轰得四分五散 到处都是 秦明已经决定 今晚 赵家鸡犬不留 前世赵家怎么对待秦家的 这一世 秦明就怎么对待赵家 几个身穿白色衣服的赵家家仆 看到破门而来的秦明 大吼一声 抽出随身携带的青钢剑 朝着秦明刺了过来 秦明随意地挥了挥手 那些家仆直接飞了起来 砸向石墙 转眼就没了呼吸 而这个时候 赵家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这里 其中就有几个赵家的长老 今天早上出现在秦家门口的老者 也是出现在秦明面前 是你 小杂种 那个老者一出来 就看到秦明 不由大声地骂到 昨天没有杀你 算你好运 你居然敢杀上门来 他是谁 旁边一个红眉毛的老者问道 他也是赵家的长老 实力武士近三层 他是秦家家主的儿子 就是今天打仗那个小杂种 原来是他 红眉长老挑了挑眉毛 说到其有词里 居然敢打上门来 当我们是吃干饭的吗 说完 红眉长老拒长为音 向着秦明抓去 看我天音功 看着红眉长老 拿栩栩如生的音招 其他几个长老 都议论了起来 红眉长老的天音功 看来又有很大的进步 只不过 一个秦家小辈 用得着浪费 这么厉害的天音功吗 秦家小儿这么嚣张 就应该替他父亲 好好地教训他 最好是不留全尸 看着面前的音爪 秦明面色不变 站在原地动都没动 直接聚起拳头 一只漆黑的老虎显现出来 随着秦明的拳头 砸向音爪 单舞双绝 第十四章 禁法 找死 看着秦明不闪躲 居然敢应接他的音爪 红眉长老 不由又了两分力道 痴嫩的拳头 和如铁石一般的音爪相撞 甭坏的 却是那个铁石一般的音抓 咔咔声音响起 伴随着的 是红眉长老的惨叫声 我 我的音爪 红眉长老七声地哭喊道 尖石般的音爪 成了一团烂泥 血肉模糊 灵气化形 你 你是武宗级别的强者 几个赵家的长老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明 这老天 是在和他们开玩笑吗 秦明才多大 看他的样子 估计也才刚刚成年 刚刚成年的少年 会是武宗基本的强者 那他们这些老家伙 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武宗强者是什么概念 整个柳城最厉害的一群人 也才大武师境界 就连柳城城主 也才是大武师巅峰的修为 武宗可是整整比大武师 高了一个大境界 一个大境界之差 实力天壤之别 秦明才不管赵家的惊讶 直接又是一拳 洞穿了红眉长老的胸膛 武 武宗 红眉长老注意到秦明的意象 吐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怎么 都不敢过来了 不是要杀了我吗 来啊 随着秦明的大贺 几个长老都是往后退了退 秦家小儿 休得猖狂 一个身穿豪华服饰的 中年大汉走了出来 家主 看到男子出来 赵家众人 似乎又有了士气 小杂种 你似乎得到了什么禁法 能够暂时地把自己的境界 提升为武宗境 交出境法 我饶你不死 赵家家主自信地说道 天底下不可能有天赋这么好的人 不可能没成年 就修成武宗境 而且 秦家小儿的实力 他可是知根知底的 明明只是武士境界 怎么可能 突然成为武宗境 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境法 境法提升起来的实力 和真正修成的实力 可是千差万别 他有信心以大武士境界的实力 抵挡秦明境法 提升起来的武宗实力 所以才有恃无恐 只要等禁法的实效过去 秦明还不是任他宰割 赵狗 我要你死 秦明大声吼道 人也朝着赵家家主冲了过去 赵家家主 就是前世杀害父亲母亲的凶手 是在秦明面前 亲手杀死的 无数次秦明的梦中 他都想着手刃仇人 所以赵家家主一出现 秦明就朝着他冲了过去 死 秦明的拳头 冷笑地朝着赵家家主的脸上砸去 赵家家主冷哼一声 拔出随身携带的宝剑 挡在秦明的拳头面前 可惜 赵家家主完全是想多了 秦明可不是用禁法提升起来的实力 这可是单神之体的能力 超过了赵家家主的想象 秦明现在既有武宗的灵器 又有武皇级别的经验 就算是货真价实的武宗强者 秦明都可以轻松击败 何况是大武师境界的赵家家主 那把剑确实是挡住了秦明的拳头 可惜赵家家主实力太差 对秦明来说 现在的赵家家主 就像是一个婴儿一样 被秦明连剑带头 直接砸飞 而他的身体 还留在原地 家 家主死了 你 你是魔鬼 快跑啊 赵家的所有人 都不敢相信 他们眼中无敌的家主 就这样死了 一招都没有挡住 都纷纷四散而逃 说好的禁法 提升起来的实力呢 怎么家主 你这么快就死了 对他们来说 无敌的家主都死了 他们怎么可能阻挡到了秦明 当然是有多快 就跑多快 可惜 秦明早已经设置好阵法 这些人是怎么都不可能跑出去 单五双绝 第十五章 神秘黑衣人 杀 秦明开始大开杀界起来 也不管面前的人是什么境界 只要看到人就杀 秦明可是有着武皇级别的感应力 这些人不管躲在哪里 都躲不了他的感应 别杀我 我是赵阔 我是赵家大公子 你不能杀我 一个男子看着面前的秦明 畏畏缩缩的说道 赵阔 看着面前猪头男子 秦明大声笑道 老子杀的就是你 今天赵家鸡犬不留 扑通 一声 赵阔直接跪了下来求求你了 我再也不敢惹你了 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了你 那么 谁放过我们秦家 秦明沉声道 秦明 我不敢娶你妹妹了 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赵阔哭天喊地地说道 他以为 秦明是因为今天他做的事情 才来灭赵家的 早知道秦明这么厉害 他说什么也不会想着迎娶他妹妹了 秦明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以为是我妹妹的事情 你们家族要谋害秦家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 照顾大惊失色 你怎么会知道的 作为家族的未来继承人 对于家族这次谋害秦家的事 他是全程参与进来的 可这件事情 只有他父亲和那个神秘人知道 不应该泄露才对 听到赵阔这么说 秦明心里偷偷一喜 看来赵阔知道点什么 说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保存着这些秘密 有什么用 只要你详细地交代 我就饶你一命 我说 我说 为了活命 赵阔什么都愿意做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一个黑衣人 过来我们家族 想要赵家配合他 把你们情 家灭门 我们赵家和你秦家 无冤无仇 怎么可能 要针对你们秦家 都是那个黑衣人指使的 不管我们赵家的事 你就把我放了吧 黑衣人 秦明知道 这个黑衣人 肯定就是幕后主使 不由立声问到 黑衣人给了你们赵家 什么好处 一本下品 第级功法 说完 赵阔又刻起头来 都是我们建立眼开 是我们的不对 求求你放了我 黑衣人在哪 秦明大声喝道 赵阔打了个机灵 指着一间房间 慌忙倒在那间房里 那里面有一个地下室 黑衣人就在里面 朝着赵阔的手指望去 一间柴房 出现在秦明面前 没你什么事 你可以去死了 秦明举起手掌 一掌印在赵阔的脑袋上 你 你不讲信用 赵阔说完 翻着死于眼睛 倒在地上 讲信用 哼 和你这种死人 要讲什么信用 秦明走到柴房门口 推开了大门 在他的感应中 房间地下 有一位大武士巅峰的舞者 隐藏在里面 秦明跺了跺脚 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 出来吧 怎么 难道还要我请你出来 你是谁 一个黑衣人 从地底钻了出来 看到秦明 愣神问道 我是谁 秦明冷冷地一笑 你不是一直想要灭我们秦家吗 我就是秦家的人 这位黑衣人 是大武士巅峰的舞者 秦家不可能会惹这种级别的强者 他倒想要问问 这黑衣人 为什么千方百计 想要灭了他们秦家 丹舞双绝 第十六章 掌中的毒 你是秦家人 黑衣人没有想到 他还没有开始进攻秦家 秦家 就找上门来了 糟糕 事情败露了 秦家肯定有了防备 事情办砸了 圣主肯定会责罚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灭我们秦家 秦明喝道 你不必知道 秦家人都该死 说完 黑衣人身上灵气生疼 一掌朝着秦明拍了过来 掌心灵气如废水般剧烈抖动 一阵阵黑气往外散发着 看来不把你打服 你是不会说的 秦明也是挥舞着拳头 直接朝着黑衣人轰了过去 咔嚓 一声淬响 黑衣人手掌直接被吠 武宗静 黑衣人惊骇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心里翻江倒海 组织的情报人员都可以去死了 秦家有这么厉害的舞者 居然一点情报都没有 难怪他没有半分感应出对面人的实力 开始他还以为对面年轻人 是练习了一门隐藏气息的功法 原来都是他想多了 对面的年轻人 根本就没有用任何掩盖气息的功法 是货真价实的武宗级别修为 他感应不出来而已 这么年轻的武宗 级别强者 你到底是谁 他现在开始怀疑 这个年轻人 根本不是秦家人 秦家这种小家族 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武宗级别强者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就是秦家公子 秦明 秦明冷冷地看着黑衣人 陈生说道 你是不可能从我手里逃脱的 还是乖乖配合 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另外 我还告诉你 你掌上的毒 对我根本没有半点用处 你也不用再拖延 时间了 刚刚秦明和黑衣人对了一击 黑衣人的长法里 带着浓烈的毒素 秦明活了一万多年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毒 要知道 大武士境界的武者 修炼的功法 哪怕在高级 哪怕是天级 都不可能能够跨一个等阶 独倒武宗境界的武者 可是 这个黑衣人能够办到 要不是秦明有着单神之体 估计他现在就要想着 怎么清除体内的毒了 这毒真是霸道 闻所未闻 你没事 被秦明揭穿阴谋 黑衣人眼中露出了一丝恐慌 哪怕是发现这个年轻人 是武宗级别的强者 他都没有恐慌过 他又不是没有杀过武宗 借助着圣主给的能力 他硬生生把武宗级别的强者 堵死过 秦明不再和他啰嗦 直接冲了上去 一脚踢在黑衣人的小腿处 先把黑衣人废掉 再好好地审问 黑衣人看到秦明踢过来的一脚 连忙想要躲开 可惜 他和秦明差距太大 根本没有躲开的能力 啊 黑衣人痛苦地嚎叫一声 倒在地上 他的腿骨断了 秦明抬起右脚 罩着黑衣人的胳膊和腿踩了下去 瞬间 黑衣人四肢静断 现在可以说了吧 秦明面无表情地看着黑衣人 沉声道 嗨嗨 黑衣人剧烈地咳嗽了两声 眼睛死死地盯着秦明 眼神慢慢地开始变得无神起来 圣 圣主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我在下面等着你 你 糟了 秦明把黑衣人的嘴扳开 果然 一颗牙齿已经碎裂 虚余 黑衣人就没有气息 死了 丹武双绝 第十七章 令牌 秦明脸上露出一丝傲骂 没有想到 这黑衣人这么硬气 看到没有逃跑的希望后 就直接服毒死了 也怪自己 没有想到 黑衣人会在牙齿中藏毒 不过没什么 现在秦家没事 迟早这个组织还会找上来 秦明开始检查起黑衣人身上来 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这是 一个令牌 被秦明从黑衣人身上摸了出来 令牌黄铜色 似金非金 一面写着一个铜字 另外一面画着一个火红的蝎子图案 这应该就是这个组织的身份令牌 有这个东西 以后就更好追查这个神秘的组织了 秦明开始扒黑衣人的衣服 检查起黑衣人的身体起来 黑衣人长中的毒 可是令秦明印象深刻 他倒要看看 这黑衣人到底是怎么催发的毒涨 要说是内宫的原因 秦明绝对不信 内宫绝对不可能含有这么厉害的毒 黑衣人背上 一个火红的蝎子图案 印入秦明的眼帘 秦明检查了一下 发现毒素就是来自于这个蝎子图案 只不过 黑衣人已经死了 秦明也不知道 黑衣人是怎么借助图案 来用出毒涨的 夜晚 柳城城主府 老爷 大事不好了 一个老者慌忙地 跑到城主卧室 大声地在门外喊道 这个老者是城主管家 城主府内上上下下都是他掌管着 进来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么慌慌张张 离开温暖的被窝 中年人穿着衣服说道 知呀 门被老管家推开 看床上正在穿衣服的城主 和躺在床上露出脸藕一般相间的女子 老管家低着头 站在门边说道 老爷 赵家被灭了 五百多号人 全部死完了 什么 本来还淡定从容的城主 从容之色瞬间消失 穿衣的动作顿时加快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人把赵家灭门的 不知道 发现赵家被灭的时候 赵家的人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凶手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老者道 城主皱了皱眉头道 能够无声无息地把赵家灭门 一定是高手 赵家家主可是大武师境界 虽然只是大武师二层 可实力也不容小看 对了 赵家家主死了吗 死了 都死了 老者声音都有些颤抖赵家全家 连几只狗都死了 城主听到管家的话 心中也是一慌 大武师境界的舞者都死了 他可以只是大武师境界 也就是说 凶手能够灭得了赵家 也灭得了他城主府 可能是城主的动作有些大 吵醒了床上的女子 老燕 你要上哪儿 留下来陪我吗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吗 女子声音发着点 以往他 只要用这招 城主就会多陪陪他 滚一边去 城主一巴掌打在了女子脸上 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大步走去 这女人虽然长得好看 但脑袋真是白痴 都这种时候 她都快火上房了 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老管家也是紧紧地蹬着城主 朝着赵家赶去 丹武双绝 第十八章 武宗靖高手 赵家府邸 本来豪华的府邸 到处都是鲜血 两扇大门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门前还躺着好些尸体 尸体都是双目圆睁 看起来甚是骇人 城卫兵正包围着整个赵家府邸 阻挡着闲杂人等的观看 城主 城卫兵看到城主过来 连忙单膝跪地 城主摆了摆手 他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一具尸体上面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赵家长老的尸体 这个赵家长老 身前的实力应该达到五十巅峰境界 厉害 仔细地检查了下尸体 城主发出一声惊叹 尸体被人从后心穿过 一击致命 显然凶手的实力 比死者的实力高太多 这长老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赵家家主尸体在哪 城主沉声道 老爷 赵家家主的尸体在里面 说完 就引着城主来到了赵家家主死的地方 这 城主愣了愣 赵家家主大好的一颗头颅 出现在他面前 半边脑袋稀烂 这是赵家家主 城主快步上前 仔细地打量起尸体来 无头尸体上面 没有任何伤口 而脑袋上看痕迹 是被拳头打的 五宗镜 城主一声惊呼 把旁边的老管家吓了一跳 城主 你是说这是五宗镜高手做的 老管家不敢置信地问道 城主点了点头 只有五宗境界 才有这种实力 一拳就杀了赵家家主 甚至 这五宗镜高手 还不是寻常的五宗镜 就算是在五宗境界里面 这位五宗镜高手 也是了不得的存在 第二天清晨 秦明就起床了 一推门 就看到了匆匆而来的妹妹秦秦 哥哥 柳城发生大事了 你知不知道 秦秦一双大眼睛看着秦明 满脸都是笑容 秦明摸了摸他的头 问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你知道吗 赵家被人灭门了 整个柳城都在议论这事呢 还有人在大街小巷放鞭炮呢 秦秦大声地说道 能够知道哥哥不知道的信息 秦秦有些兴奋 真的 秦明也是配合着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赵家被灭 最高兴的应该是你吧 是啊 这样我就不用嫁给赵家了 不过 赵家那么多人被杀 好惨啊 想到这里 妹妹脸上又露出些许同情之色 摸了摸妹妹的头 妹妹就是这么的善良 就算是赵家这样欺辱妹妹 她也还是会同情赵家的遭遇 这辈子 秦明发誓 一定要好好守护好整个家族 哼 妹妹想起了什么 突然哼了一声 说到赵国还打哥哥了的 欺负哥哥的人都该死 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秦明摸了摸鼻子 没有想到 刚刚还一脸同情的妹妹 变得这么 哥 父亲他们都在议事大厅商量着什么 好像是丹药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过去听听 秦秦说道 嗯 丹药的事情 秦明一愣 说到具体是什么事 秦秦摆了摆手道 我哪里知道 我听说赵家被灭 就慌忙过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路过议事大厅的时候 听几个长老和父亲在说这件事情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秦明点了点头 上一世 他没有关心过家族的事情 一直都像梦虫一样生活着 根本不知道 父亲为了维持家族 付出了多少心血 这辈子 他当然要帮父亲 把这个家撑起来 作为单神境界 他想要发展整个秦家 还不是手到秦来 走 我们去看看 丹武双绝第十九章 缺丹药 秦家议事大厅 秦家家主 秦渊正坐在上手 听着几个长老的汇报 家主 从柳城到陈阳城的路 被盗贼封锁了 最关键的是 这些盗贼 是陈阳城的屈家的势力 是啊 现在这些盗贼 根本就不图钱 就是不让我们过来 还把我们家族 在陈阳城进的丹药 都扣下了 家主 你快想想办法 我的商铺里面 现在的丹药都快断货了 你以为只有你的丹铺断货 我的丹铺也断货了 现在整个柳城 就只有陈家 还有丹药 那是 谁叫他们陈家有丹药师 自己就可以炼制丹药 根本不需要进货 好了 都给我安静一些 秦家家族 秦渊捂着头喊道 这一个个长老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丹药没有了 他也头疼 这些长老自己不想办法 什么都要他解决 他怎么解决 他又不会炼制丹药 现在盗贼 把通往陈阳城的唯一道路封死了 叫他有什么办法 这个时候 秦明走了进来 朝着上手的父亲行了个礼 道 父亲 是有什么事情在烦心吗 秦秦跟着秦明身后 有些畏惧地看着父亲 父亲向来严厉 他有些害怕见到父亲 秦明你来了 秦渊微笑着说道 这个儿子很让他欣慰 能够得到强者的帮助 现在又变得懂事起来 秦家后继有人啊 来 到旁边坐 你也是时候 听听家族的事情了 秦明也已经成年了 确实需要参与到家族事情之中 二 是 父亲 秦明在旁边找了个位置 和长老们打了声招呼 拉着秦秦坐了下来 既然通往陈阳城的道路被堵死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去 而我们家族的商铺 也不能断货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陈家买单药 哪怕赔本 我们商铺也要卖单药 商铺开起来 就不能停 只要商铺停了 那么就得等到很长时间 才能让商铺的生意恢复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看来 我们这段时间 必须得赔些零食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谁叫我们秦家没有炼单师 要是我们秦家有炼单师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危机 哎 炼单师哪有这么好招募 他们都是一群眼高于鼎的人物 我们根本就巴结不起 长老们又是讨论了起来 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有向柳城四大家族的陈家 购买单药 现在陈家的单药价格肯定猛涨 可就算是这样 秦家也不得不买 哥 妹妹晴晴眼神看着秦明 秦明摆了摆手 示意妹妹不要多说 本来很想说话的秦晴 无奈地闭上了嘴巴 听着父亲和长老们的谈话 心里有些秘密 却不能说出来 这可是相当难受的 可是 哥哥不让说 肯定是有他的想法 秦明摸了摸妹妹的头 轻声地道 等下我们去逛街 带你买好吃的 好穿的 妹妹晴明一听到这话 马上就不再纠结 双眼放光 恨不得父亲和长老们 快些讨论完 这样 他就可以和哥哥 好好的出去潇洒了 单舞双绝 第二十章 逛街 柳城街道上 一个潇洒的公子哥 带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 正走在大街上 哥哥 你看 那是糖葫芦 我要吃糖葫芦 妹妹晴晴死命地盯着糖葫芦 恨不得流口水 秦明笑了笑 问道老伯 糖葫芦多少钱一串 便宜 便宜 卖糖葫芦的老者 马上递了一串糖葫芦给秦 这糖葫芦 只要五个铜板 给你 不用找了 秦明递过去一块碎银子 说道 他也没有铜板 也不想带铜板 干脆直接用银子付账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老者高兴地接过铜板 连忙败谢 给你 秦明把糖葫芦递给妹妹 妹秦明 慌忙接过糖葫芦 笑着道 谢谢哥哥 哥哥对我太好了 我昨天不是给了你零食了吗 你以后想吃 就自己买 秦明笑着说道 他昨天卖完聚气单之后 给了些中品零食给妹妹 哼 哥哥买的糖葫芦才好吃 我自己买的糖葫芦 没有哥哥买的好吃 妹妹鼻子动了动 说道我就喜欢哥哥买吃的给我 好好 秦明大笑道 以后都买给妹妹吃 你说好不好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不反悔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秦明保证道 那里有一间卖衣服的店铺 我们去看看吧 秦明指着一间看起来还算豪华的商铺 对着秦秦说道 可 可那间店铺的衣服好贵 秦秦眼中满是渴望 可又有些犹豫 秦明牵着妹妹的手 直接拉着她走 像那间商铺 这有什么贵的 等过段时间 我带你去陈阳城逛逛 那边有更加好看的衣服 小妹妹长得真好看 就是要穿漂亮衣服 才能衬托出你的美丽 这里有很多好看的衣服适合你穿 秦明和秦秦一进店 女老板就拉着秦秦 热情地给她介绍 这间店卖的都是高档衣服 整个柳城 这里的衣服最豪华 最贵 也因为价格昂贵 能够进店消费的客人也不多 造成生意惨淡 所以 老板才这么热情 你看 这件衣服怎么样 老板拿出一件天蓝色的长衫 对着秦秦道 天蓝色的长衫 色彩纯正 做工精细 显然出自名家之手 这可是用蓝蓝兔的毛做的 蓝蓝兔是三品魔兽 它的毛相当的柔顺 而且 用蓝蓝兔毛制作的衣服 冬暖夏凉 非常舒适 多 多少钱 秦秦显然很喜欢这件衣服 女孩子对漂亮的衣服 没有任何抵抗 女老板没有回答秦秦的话 而是说到要不你先试试 我们再来谈价格 要是不合适 我再给你挑下一件 好 好吧 秦秦确实真心地喜欢这件衣服 反正试试也不要钱 片刻 秦秦就从更衣室里出来 一身天蓝色的衣服 再加上衣服配置的两条留云带 特别是少女纯洁无瑕的气质 更是被天蓝色的色彩衬托出来 光彩亮丽 净显少女的风采 哥哥 这衣服好不好看 秦秦转了个圈 问道 很好看 秦明点了点头 本来妹妹就长得好看 现在配上这天蓝色的衣服 更加的动人了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给我看 过去不想但是 别人的风采 因为感恩 跟着 如果有点 晒天 个人 风采 冷酱 阻挂